中家寬屏北見每週上線的YouTube活類影片不認真廚房 本週網紅金針跟金魚就要帶大家來挑戰 國外綜藝黑白大廚超夯的大蒜拉麵 大蒜得先烤後煮光是氣炸完 那炸裂的蒜味就讓雙筋直呼很濃烈 我們要先把蒜頭幫它剔個小瓶頭 好 當蒜頭切開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用到我們家裡常見的氣炸鍋 那其實如果你是用烤箱的話也是可以的 我們呢就先把我們的蒜頭兩顆放進去 然後要噴一層油 對 我們在蒜頭的上面稍微噴一點油 其實這樣是烤出來會比較香啦 是不是也比較不容易燒焦吧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蒜頭送入洞房 大概180-190的火去烤15分鐘 我們就是先把大蒜煮熟 然後把該有的一些調味粉 比如說這個是蔬菜包 然後還有粉包 湯包 對 都加進去 然後繼續讓它滾 邊煮邊滾的同時呢 我們可以把大蒜的肉 把它挑出來 然後挑出來之後呢 我們在旁邊先把它弄碎 等一下在吸那個麵的時候 它就可以跟著麵一起被 刷刷刷的吸上來 好不容易完成了 還做了一般的辛拉麵做對照組 相較起來確實蒜香版更好吃 味道更豐富有層次 但是金針也建議懶人不要輕易嘗試 因為過程真的麻煩很多 失去了泡麵的方便性 而且我覺得辛拉麵的辣是那種 你會有後勁上來 因為它是辣它不是麻 對 所以你的舌頭會一直處於一個 非常刺激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要吃這個 一看就知道會臭死嘴巴的 大蒜拉麵 但其實兩個外觀看起來沒什麼差別 對啊 其實我沒有覺得它的湯 它有特別白或是怎麼樣欸 但因為我們剛剛 最後把底倒出來的時候 上面的大蒜是挺驚人的 嗚 聞起來 有濃郁的蒜味喔 我一夾起來就聞到了 我覺得滿像在吃拉麵的欸 那個蒜味感 就感覺把辛拉麵的湯 多一個層次上去 然後蒜味非常濃郁到變成主角了 所以其實辣粉的味道 我覺得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蒜味其實把辣味蓋下去了 然後會多了很香很濃的層次 喜歡蒜的人可以試試看欸 麵條是有帶一點蒜味 但我覺得主要蒜味都還是在湯裡面 會比較多一點 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你把蒜搗碎之後 你在夾麵的時候 你是可以一口氣把蒜跟麵一起吃下去 而且蒜搗碎它會更入味 甜甜美食總有種獨特的魅力 讓人心情愉悅又能滿足味蕾 不認真廚房帶大家一起探索料理 中家寬平北見也將會持續透過活潑有趣的影片 帶領觀眾一起探索桃園 謝謝內有伊統的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